Hello Hi 大家好 早晨 我們又見面了 我們一見和發 錢就繼續來了 今天是遺失節 大家知不知道 現在早就早點了 現在盡早了 今天你們想做的什麼呢 就是禮罰 對嗎 但是一樣東西 如果是有心的 大家如果是想行運來講 要身體健康 生意興隆來講 心長事成 就是講 怎樣你們有時間就去放生 放生的儀式是很簡單的 鯉魚今天就是5條鯉魚 鳥就是5隻小鳥 這樣這個 蜥蜀 看買到就買10元 草孔當然是買了 你們也不介意放急仔 我們釣生魚也有急仔 你也不介意放10隻 還有一件事 就是牛蛙 牛蛙一直在街市 在巴薩 他們買來吃的 不如你可以買來放生 牛蛙買多少隻呀 買5隻就好了 你就可以放生 東南西北面沒有所謂 你明白嗎 要5隻 5隻 你明白嗎 要記字了 所以今天你們家在5月份了 要放生是最好的日子 今天也是佛誕 那麼在說謂放生 證清你自己的名字 單個例子 皇甘福 我是皇甘福 今天要放生 At 像是鳥鳥 魚是魚 或者是草籠 或者是草蟲 或者是牛蛙 不好的東西又幫我帶走 好啊留給我 保佑我順順利利 經常做麻鏢 心臟力結 這件事對你們來說 是非常有意義的 今天放生的時間已經開始了 到今天5點鐘 這樣隨你意 有些人會問 師傅沒有麻將 其他人可以放生的 那火狗可不可以放生 瀑菇就是火狗 可以啦 依然用5隻放生 除了鯉魚 其他魚可以嗎 甚麼魚都可以 沒問題 大西就不理會 放生的 金鳳魚是精力吃的 金鳳魚 金鳳魚不是金鳳魚 金鳳魚 你也可以放生的 你可以放生 所以說你們賣原条放生 如何放生 就是誰你們喜歡 還有這個泥蟹 你可以放生 他必須後面 希望大家今天在佔一次 好運陸續比較好 созн rib patter 拜拜